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贺大人上来坐坐 他将酒杯缓缓搁在桌上 对身后的木蜂儿吩咐道 不一会儿的功夫 贺宗伟皱着眉头上了酒楼 坐在了范贤的对面 这是很多年来 这两个人第一次在私下见面 范贤轻轻用手指转动着小酒杯 知道楼下有宫里的眼线 应该是陛下恩旨赏给贺宗伟的跟单 却也并不如何在意 吃 范贤一举筷子 贺宗伟虽然不知道小范大人 照自己前来究竟为何 却也不拒 极为光棍的开始吃菜 看这架势 如果范贤不喊停 他竟是不会落筷 看着这一幕 范贤心里对此人倒生出了几分欣赏 能在自己目光注视下 还能如此自然的人 世上并没有极够 尤其是此人心知肚明 自己极为验憎他 酒吧 蔡碧 范贤平静开口说道 贺大人这几日都来医馆看股 我这做兄长的也要谢一声 小公爷客气 贺宗伟威慑笑着应道 范贤一挑眉头说道 先前那幕您也看着了 金王府是个什么态度 您应该清楚 贺宗伟威仪失神以后缓缓说道 小公爷好手段 这和手段无关 一直以来没机会和你相作说话 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 我便直接和你说了 这事没可能 你便死了这条心吧 范贤看着他很直接地说道 贺宗伟威黑的脸色一领 半晌以后极为诚恳地说道 小公爷 宗伟自知 范贤偏着脑袋 听着对方的话 一个耳朵进去 另一个耳朵出来 贺宗伟很诚恳地述说了 对范若若的倾慕之意 解释了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很谦恭地 希望范贤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没什么意见 现在是金王府 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 但上次宫里只婚金王世子 被小公也挡了回去 贺宗伟丝毫不乱 微垂着眼帘 眼中闪过一道执着的光芒 水来土烟 只来火烧 我能等一次 便能等第二次 这话有些大逆不道 但范贤偏就当着 贺宗伟的面说了 便是欺负他 不敢用这话进宫 去告自己的欲状 不要以为陛下对你说了什么 你便可以痴心妄想 或者说 贺大人 以为能讨好了弱弱 便可以绕过我这个兄长 你也知道我很讨厌你 所以并不在乎都得罪我一次 但我必须提醒你 得罪也是分程度的 把我得罪狠了 我真会提菜刀上你府上去觅你 范贤很认真地提醒对方 杀人这种事情 你用嘴做 我 却是用手做的 范贤站起身来 看了他一眼说道 仔细想想 如果我杀了你 陛下会不会让我给你偿命 此言一出 贺宗伟沉默了下来 片刻之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微黑的脸上 渐渐献出羞脑的帐红 自入朝以来 他一路顺风顺水 急得陛下信任恩宠 下属及同僚的器重尊敬 可就是面对着身前这位小公爷 却是备受奚落 自堪得难以容身 他如今已经是行走门下中枢的大人 朝野上下除了范贤 还有谁敢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呢 敢赤裸裸地用生死威胁他 可是贺宗伟也知道 面对着范贤 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且不说什么圣卷之类的废话 单说对方与陛下间的血缘关系 这就是自己这名臣子 永远无法企及的事情 贺宗伟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小范大人对自己有如此强的敌意 满朝文武都有些看不明白 如果说是当年林相爷倒台之事 但那是长公主一手操控 当时贺宗伟只是一枚小棋子 尚未入朝 而且事后都清清楚楚 这些都是陛下的旨意 如何怪得到自己的头上呢 他不仅有些莫名其妙 小范大人对自己的敌意究竟是如何生成的 有些时候贺宗伟半夜梦回 便会觉得被窝里冷湿一片 他在朝中过得风生水起 却知道范贤一直在背后冷冷地看着自己 被这样一位阴冷的全臣注视着 滋味着实不好受 如果依理论 贺宗伟明知道范贤艳增自己 他便不应该对范家小姐再有任何想法 只是他总以为陛下的旨意胜过一切 他也想借这门亲事向范贤表达自己的心意 同时能够舒缓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果真成了小范大人的妹夫 那便应该不用时刻担心背后那双冷冷的目光了吧 但让贺宗伟勇于向着这门婚事奋起直追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他一直对范若若心存渴慕 这个念头从五六年前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至今未曾烧入 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单身未娶 就如世子李鸿成一般 其实这两位男子未娶的原因竟也是一模一样 然而他终究不了解范贤 不知道范贤验增他的原因 便是因为当年在一时居下 看出了此人对若若的狂热眼神 真是无故生罪啊 可怜了哉 他内心深处的那点渴望 今天终于被范贤很直接的话语 积成了一地玻璃心 范贤说道 你不要再来医馆了 贺宗伟的心脏砰砰的跳了起来 要让他放弃范家小姐 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此人品性虽然一般 但在情之一字上 却是情根深重 有些痴气 明白小公爷的意思 贺宗伟站起身来 强行压抑一下心头的恼怒 尽量平静说道 明日我便入宫 面禀陛下 推了这门婚事 范贤看着他摇了摇头说道 宫里只婚的旨意未出 哪里需要你去推呢 你的小心思 不要想着瞒过我 在陛下面前去哭诉一场 唯唯唯唯唯的说 配不上范家小姐 一个色的坏话也不会说我 但陛下一看你这副模样 就知道我又欺负你了 我范贤欺负谁 谁变红 这就是如今的情势 他看着贺宗伟自嘲一笑说道 哼 想借着这件事情 让陛下更怜惜你的忠诚 贺宗伟终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气 冷冷地看着范贤说道 公爷究竟想我怎么做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难道你非要逼死一位大臣才甘心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大前夜 胡大学士亲自上府来替你说何 昨夜 前级贤管大学士曾文祥 你当年的私师 携着潘陵大学士 也来替你鼓吹 贺大人如今风光正盛 三位大学士出面宝媒 我区区一个监察院的提私 哪里敢逼迫你 听到这句不嫌不淡的刻薄话 贺宗伟难以压抑心头的怒意 沉生说道 感情小公爷 我究竟有何处做错 得罪了你 范贤微嘲一笑说道 我不待见你 这便是你的错了 喜欢我的按钮 我不待见你 也帮助我 请你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